欢迎来到这个礼拜的 关键新闻 我们其实在这个礼拜讨论了 这个社发所的争议 在之前的一两个礼拜 也其实也针对这个议题 也跟大家有一些讨论了 我们看到这个校方有一个 比较正式对外的说法 就是包括 他的这个所谓的报道率注册率 或者是这个毕业率 等等的这些问题 我们姑且不论这个数据 本身是不是有问题 或者是诚如像 有些社发所老师所说的 这恐怕是一个制造 假新闻的这个现象 我们先不管这件事情 但是其实很清楚的看到 以什么什么什么REAT的东西 这个角度来去讨论 一个细所该不该去生存 它其实背后反映的 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常在批评的 这种把高等教育给商品化 或者是只重视KPI的问题 其实教育很清楚的 它不是只是为了要赚钱 当然在面临到这种 所谓的竞争的时候 它恐怕会有一些 自己要做的选择 但是事实上 世新大学是不是 一定没有办法去 在理念上面 或者是在经济上面 去支持 或者是因为 我们看到别的地方 其实它也是一个 很表现不错 但是有没有办法 用更大的力量去号召 或者是自己从董事会 去来支持设法所 我觉得它常常是一个 一念之间的问题 那这其实很重要是 如果所有的教育的内涵 都是考量到这个成本效益 那么其实很重要的是 那么所谓的大学的教育 或者一般的教育 到底是为什么而存在的呢 难道我们只是要去训练一些 能够可以快速到业界工作的人 而不需要去训练一些 培养一些能够具有思考 反省批判性的人 或者是对这个社会 有不同贡献的人吗 好 类似的问题 其实在最近台湾的高等教育 这几年当中 事实上是这个屡见不鲜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 这一则新闻 是永达技术学院的一个停招 这个所谓的相关的新闻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仪器设备可以在一年里面 折掉了将近九成 也就是五亿多的仪器设备都不见了 正英达技术和他的罗老师 提出后后的财务资料上市检查 只出100空隙年时 后后除了并没有效地一页外以外 而那种后来 现一位机械 以期才能的提升比 结果报序 结果一次次就是超过80%的比例 并没有合理 又跟港会减了一页 好好出分大楼和后地所谓的一页外 流向可能有问题 即便他们收到教育部的公文 两次的强调 他依旧私自的去挪用了 我们非常的合理的怀疑 这1亿4500万 是不是其实通通流入了 董事以及董事相关人 相关企业的手里 英雄雄台会计数 在废报序资料 又跟港会表示 100空隙年 后有分别向港室 行6千万5百万才的宽航 当时也向港室的 与年轻 跟关系企业来行资 加众期的竞产 亦是一页外 不过教育部 早就两百花痕 要求港室会出婚 好地宽航 并用在行港室欠资 不过英雄台 好轻松是听过就说 我们一直不同意学校 他要申请改办任何的 这个社会福利 或是教育文化的 这个事业等等的 一个最大的原因 最近一次的发文给学校 也是要求学校 要去把这个 核心会值6千万追回来 否则我们也不排除 会去跟法院申请 解散董事会 不过港会将出案 散告冰冬地减速 离到某的共同 好好出份建物的所调 替来自乎当时的就款 这跟教育文化的 富大条件并不符合 会继续要求改善 达出亚式无作为 无败读书合法 第75条 先请改善党主会 记者总合报道 宗大新闻 其实我们已经追了 非常久的一段时间 包括公会 也曾经制作了 勇达的这个专题的报导 那说实在的 这些现在发生的事情 在过去的报导当中 或是过去高教公会 也都提出来 那如果今天 这样一个现象 很难不被大家质疑 它是一种所谓的校团 通私团 或者是他要去掏空学校 的这一种做法 其实某种状况底下 也许有些大学 他真的必须要退场 可是在退场的时候 或是退场之前 或是退场的 这个整个设计上面 教育部是不是能够去考量 这个师生的权益 或者是要记得一件事情 这些我们也谈到很多次 这所谓的私立大学的校团 它绝对不是私人的 所以教育部 他本来就应该要去把关 或者是在某个部分 应该要把这些私产给公共化 该这个属于董事会 就属于董事会 可是过去国家的支持 或者是在这个 所谓的学生学费的部分 或是因为这个所谓的国家 在协助你去办校 然后取得得的 这个所谓的土地 或者是这些 其他的优惠的措施 都应该是一种公共的概念 它本来就是政府 花了很多钱 在办教育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我们希望教育部 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查明这件事情 当然这件事情 恐怕也要走到了 这个所谓的司法的程序 这个都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 一个非常重要 因为用大家例子一开 恐怕后面很多的学校的问题 也会不断的涌现 不断的涌现 好 接下来是跟长龙机师 有关的新闻 桃园直飞纽约 飞美东平均航程 16个小时起跳 直飞加拿大多伦多 去城也要是4个小时起跳 长途飞行 对机师来说 身体负荷非常大 去年12月 长龙航空一名加拿大籍的机师 在国际机场的 外战过夜 疑似心肌梗舌促势 这也是去年以来 第二起机师促势的案例 桃园机师职业工会表示 远程航班航程动辄 十二个小时起跳 但起飞前就得到站报道准备 以滑航为例 规定需在一个半小时前报道 而长龙更早 得在两个小时前完成报道 等于实质工作时间更长 远程航班却只有三人派遣 让及时轮替休息 工时往往超过九小时 甚至更长 桃园机师职业工会表示 长途的航班人力派遣不足 导致人员过劳平船 工会将持续与长龙滑航等资方协商 争取人力弹性调度 减少过劳航班 如果到今年九月 还是无法改善 扬言将展开下一波行动 至于是否发动罢工 工会表示会进一步讨论 记者黄历委张国梁 台报道 虽然我们不能说 还好这件事情 不是发生在 机师职情的当中 但是其实在 如果是在外战必须要休息 他其实广义的来讲 也算是一个职情的 一个范围 或者他根本就应该算在 这个职情的 这样的一个范畴当中 而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 不断的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最近这几年 这种所谓的公共运输业的 这种所谓的抗议的事情 非常非常的多 而这抗议的事情很大 当然是因为过劳 那运输其实是一笔好生意 所以很多人都愿意投入到 不管是飞机 或者是其他的 这种公共运输的上头 那赚钱有用适 贪钱有用适 完工的使命 你也是爱过 就是你不能够只有这个赚钱 然后忽略了这个其实在过程当中 这个体力大量的耗费 或是有很多隐形伤害的这些问题 我们也一再地跟大家提醒 这些机师的事情 或是这些空服员的事情 这些所谓的机师员的事情 都不是他们个人的事情 也不是只是他们个人 跟公司之间的这种 所谓的私领域的 这种所谓的司法相关之间的争议 它事实上是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 都有非常大的关系 好 接下来这一则新闻 我相信很多关注环保的朋友 也一定会去关注这样的一个消息 就是发生在台南 这个非常美丽的越世界 恐怕会遭到非常大的这个劫难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新闻的报道 变破后 最穿着到变非常害 广播 共条是义嫌厌厌的负责 带来 这不是在解决会治愈的问题 而是在毒害其他的子孙 而且也是破坏台湾最自然 最有价值的世界级的自然景观 台台的这些高手 但文山竟加这出 嚴嚴燕營業的單邊 有領前登山通過 這條登山 首要潛移是發展 到達到的發展變成 如果嚴格營業 起到這裡 效果不審議 款團至立委要求 經濟部不應該 讓開發案個典延 目前傾向是 三月十號到期 就不再展延 還是要再看看 會甚嚴益 另外觀察的基礎 開發案的生態資料明顯不久 已經通過的環境結論 應該要重新檢討 環保署表示調查確實是不完整 但共調 過去像沈俄電柱町財案的現實 就算通過的環境結論 也不一定要開發 繼續林鄭民主任 上台北報道 容器廢室也買一場 這個爭議 其實也有很多 長期的這種所謂的關注 整個的程序上面 或是環評上面 都被認為有非常大的 這種問題 我們也看到很多在地的 包括台南社區大學 或是當地的一些環保人士 他們其實透過自力救濟 透過很多科學的檢測 都在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這個選址是有問題的 如果這樣子做 恐怕會破壞了台湾 非常少見的 這一種所謂的特殊的地形 我們其實 小時候其實 我們住高雄 都常常去旅行 回去月世界 我們都一直感覺說 哇 我們好像來到了 這個所謂的 這個 為什麼叫月世界 因為真的很像 這個小時候看到的 這個月球表面 這其實是在台灣 它少有非常的地形 那這個是一個自然生態景觀 也是一個文化重要的 一個記憶 那甚至它其實也可能 在這樣的一種 這種水垃圾眼白牆 施坐之下 會對整體環境 是一個非常大的破壞 這個問題爭議已久 但是我們一樣 還是會持續的去幫大家 來關注這樣的一件事情 也請大家如果有空 有機會也要去了解 我們很多的自然生態景觀 文化景觀 都被一一的破壞了 以上是這個禮拜的 《關鍵新聞》